那我要问一下 台湾下一个护国神山是什么 郭台铭笑笑挥挥手 说鸿海不是台湾的护国神山 反而要学生们去想 台湾未来50年下一步该怎么走 郭董走进校园跟学生面对面 大家说我是政治不是政治人物 不会选举 台湾老百姓不是下一个 不是政治人物不会选举的人来 当下的西欧吗 对 台湾人要不要改变 郭台铭对学生们说 遇到困难应该勇于面对 而台湾的问题是两岸情势紧张 他认为这是被政治人物操作 台湾的政客就是希望 让老百姓有仇忠恨忠 最后他能够当选 现在所有媒体 没有一家媒体不每天在报道台湾 报道台湾可是报道不好的 台湾是一个什么 沉睡的炸弹 郭董希望来迎征召他来选2024 强调如果当上总统 对岸共击不会绕台 政治上将继续走模糊地带 要带台湾往经济发展 学生们想问的是低薪跟未来如何在社会上立足 老师们则是想问高等教育 开放的程度不够 我一定要把所有的束缚拿掉 因为没有人才哪里来产业 我了解 所以我说这都我们有那么多束缚干什么 这些都是当官 郭台铭拿美国史丹佛大学为例 说不少教授跟讲师都是公司负责人 他认为台湾法规绑太死 加上大学没有跟产业结合 走出校园后 没办法与世界接轨 东海工学院院长黄清英教授认为 郭董的想法走得很前面 是目前学界的目标 但最重要的是大学教育 基础先打稳 等到大四学生们准备好了 校园就应该敞开大门 跟业界合作 TVBS新闻黄国军许佑 想SNG小组台中场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